我们这里介绍的是三角函数的定义 那三角函数的话呢 既然叫做函数 它就是一种对应关系 那现在的话呢 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三角函数的话呢 整体来说有六种 那其中比较重要的是三种 等我们的话呢 后面所介绍三角函数的一些关系式之后 其实我们真正需要学的 就sine跟cosine就够了 那我们现在的话呢 先来给各位同学复习一下 三角函数的最重要的叫做定义 sine的话呢 我们是建筑在哪里呢 一个直角的三角形 这是一个直角三角形 那sine的话呢 我们的记作是 这边的话呢是sine 所以是斜边分支 对边 各位同学记得 斜边分支对边 那现在各位同学来想一想 三角形里面的直角三角形 斜边是最长的哦 所以斜边放在分母 那大家应该要知道 它绝对不会超过一的 绝对是在一以下 那第二个比较重要的是cosine cosine的话呢是斜边分支零边 我们的记的方法是这样子 C我这次以前在国中的时候的话呢 是就是这样教的 斜边分支零边 那零边的话呢是斜边分支零边 这个地方的话呢斜边分支对边 我们只要把它记清楚了之后 第三个tangent就没关系了 tangent的话呢 我们不用死背 你们就记得 tangent不要去记 sine除以cosine就可以了 sine除以cosine就是tangent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是 大概我叙述三角函数的定义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们就这么说了 角度 直 它由一个角度对应到一个直 这个就叫做三角函数 那我现在的话呢 来介绍下一个部分 叫做三角函数的特别角 来我们看看特别角的状况 各位同学看 你们要是去文具店 去买三角板的话呢 它会给你两片 一片的话呢 就像左边的这一片 一片是像的右边这一片 那左边的这一片的话呢 它的话的比例是什么呢 各位同学 这个地方是三十度 这个地方是六十度 那各位同学知道 这是直角 那这是一个固定比例的 我们的话呢是怎么看呢 我们说三十度的对边 是斜边的一半 这个地方是一 这边是二 根据我们的必试定理 告诉我们说 这个地方是多少呢 二的平方减掉一的平方 等于根号三 这是一比根号三比二 这种就是三十度 六十度 九十度的这种比例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这是另外一个 另外一块三角板 它的话呢 是一个等腰直角三角形 那这边的话呢 是一 这边是一 这边是多少呢 根据必试定理告诉我们说 这里是 这是四十五度角哦 这是四十五度角哦 那这边是多少呢 这边是根号二 那我来告诉各位同学的话呢 这三种角度 是我们一定要熟悉的 我们一定要非常非常的熟练 各位同学只要看到了这个角度 我们就要能够写得出答案来 那我们的话呢 教同学怎么记忆啊 来我们来看一下 sine三十度 斜边分支对边 sine的三十度是斜边分支对边 所以这个地方 sine三十度是多少呢 二分之一 sine的四十五度是斜边分支对边 各位同学看一下 斜边是几 根号二 对边是几 一 那我们的话呢 建议各位同学的话呢 根号二分之一 你可以把它上下同乘一个根号二 所以这边是二分之 根号二 那各位同学看一下 这是二分之根号一 根号二 这边呢 sine六十度 六十度在这边 斜边分支对边 六十度的对边是根号三 那各位同学这样好记吗 它是根号一 根号二 根号三 那cosine呢 cosine的话呢 跟它一样的简单 cosine的话呢 是斜边分支零边 来我们看一下 斜边分支零边 那是多少呢 二分支跟号三 各位同学 我还跟你们顺便跟你们说一下 cosine三十度 就是sine的六十度 cosine的六十 六十度 就是sine的三十度 我顺便跟各位同学讲 这是一个非常 常用的一个等式 就是说 比如说 cosine的十度 各位同学的话呢 问你们 你们可不可以回答呢 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们后面可以证明 同学的话呢 写出来 不要毫不犹豫的直接写 几度呢 八十度 只要两个相加是九十 这两个都可以替换 那这个地方四十五度 当然是一模一样的 你们看一下咯 这边是根号三 根号二 根号一 那各位同学的话呢 tangent的话呢 我们是最不熟的 没关系 tangent的话呢 就直接sine除以cosine 就好了 那各位同学来看一下 上面除以下面 那就是多少呢 根号三分之一 这边呢 这个除这个 你发现 tangent四十五度是一 tangent的话呢 如果你们忘记了 只要各位同学sine跟cosine 没有忘记的话 tangent就没有问题 那这个答案是多少呢 根号三 可以 各位同学可以稍微 很轻松的 去把这个表的话呢 练习一下 那对于我们三角函数的 基本上的特别角 你们就会比较能够熟练了 那这个特别角的部分 我们就大概介绍到这边 我们下期再见